那個很運氣很好 那個故事的角色是講國語 而且已經談定了 對 幾乎就是要拍了 棒 好了 薛朗 另外一邊打來了 跟他說不行 因為我們已經接了另外一部 因為大愛不能嘎了 難過 哪有 馬國賢就嘎三部 馬國賢那麼便宜 他OK的 我為了買那衣服 一天我都在外面晃 晚上十點多打來 不用去了 一直到我在拍 我又接了一檔大愛的戲 然後有一個本來那邊的製片 跑到這邊來 是 我們跟你時間敲了好久 然後怎麼樣... 我說那後來怎麼沒消息 後來他們說找馬國賢比較好 後來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的確定 馬國賢非常便宜 你不可能說今天去參加一個 什麼綜藝節目錄影 然後特別來賓去 然後 換掉 不適合 有 怎麼沒有啊 你們有啊 有 多可憐 你們這麼爛喔 那有爛透了 不是爛 也不知道那領遊是什麼 去年八月發生一件 我覺得是我發生最嚴重的事情 一個大愛的戲 然後呢 那個大愛的戲是合作過的 可忠哥拍的 可忠導演拍的 已經合作過 之前都認識 跟製作人也很熟 那角色都很OK 而且大愛的戲絕大部分 春萌知道 絕大部分都是明來語 那我那個運氣很好 那個故事的角色是講國語 國語 所以我二十幾集前半部二十幾集的戲 全部都講國語 那我很開心 我非常開心 適合你 而且已經談定了 對 幾乎就是要拍了 棒 薛郎 好了 另外一邊打來了 另外一邊 另外一部戲也是大愛的 然後閩南語 然後他說他打來以後呢 跟他說不行 因為我們已經接了另外一部了 痛苦 對 學不到 因為大愛不能嘎啦 難過 哪有 馬國賢就嘎三部 對 看角色啦 對 然後呢 客傳性的就可以嘎啦 然後呢 那部戲打來 我就說不行 就把它推掉了 推掉 推掉以後呢 隔了一個禮拜接到電話 那一邊說 那一邊 就是 原本訂的那一邊說 新的那一個打電話給大愛台 希望我去那一邊 是 是 就原來那個 那我就說 那你們決定 你們認為可以 那他們說 因為大愛的長官打給他們 我說說 好吧 我就跟助理研究 OK 就把這邊推掉 是 反正以後再合作 因為那是熟的單位 那這邊是新單位 好啦 我就答應了 喬喬喬喬喬喬喬 喬了好久了喔 什麼 然後一直到定裝的前一天 副導演中午打電話給我 你要戴什麼樣的衣服 那都是比較舊年代的戲嘛 那有些衣服我沒有 沒有 就是比較花的襯衫 或者是比較老式的Polo衫 我沒有 沒有 那我就去饒河街找 是 我去饒河街買了四件 Polo衫 然後呢 我說不行 我覺得不夠了 對 他就說你去龍總那邊 龍總那邊因為很多老人家 去龍總那邊買衣服 對 真的 那邊很多 一些 因為退伍的老兵 那什麼 就去那邊買 演藝圈最喜歡去的就是他 真的 我為了買那衣服 一天我都在外面晃 靜夜 辛苦了 找衣服 晚上十點多打來 叫你不用去定裝 明天不用去了 而且沒有講為什麼 是說 年後 定裝 年後 OK 心裡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是 完全沒消息了 一直到 我在拍 我又接了一檔大愛的戲 然後有一個 本來那邊的製片 跑到這邊來 是 我們跟你時間敲了好久 然後怎麼樣... 我說那後來怎麼會沒消息 後來他們說 找馬國賢比較 被人家截走 後來我就知道 後來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確定 是這個原因嗎 在橋好久 從來沒有這樣過 而且隔一天都已經要定裝了耶 然後我自己還花了錢買衣服 然後我自己還花了錢買衣服